第一次接触五仪盐茶的人 往往会觉得他的外表黑黑粗粗 太过朴实 的确五仪盐茶并不是以外表的精致取胜 而是胜在内致的丰厚 所以当地人说 这种茶是乞丐的外表 皇帝的身价 菩萨的心肠 因为盐茶是半发酵茶 所以像红茶般温和 不会刺激人的肠胃 同时它又保留了绿茶的清香 香酒亦清 味酒亦醇 更重要的是 它还具有盐谷花香的盐韵 这就是五仪盐茶最重要的品质特征 所谓盐韵并不是那种两三秒就能从舌尖划走的鲜香 而是以醇厚沉着稳重取胜的味道 有人说是清草的芳香 有人说是岩石的厚重 还有人说那是一种只能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奇妙感觉 盐韵最早提出实际上是清代乾隆皇帝 在一首诗叫《冬夜监茶》当中讲的 他讲气味清和兼骨梗 那个骨梗就是风骨 就是我们说的盐韵了 韵是中国东方美学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实际上他就喝了盐茶以后 盐有尽亦无穷 引起我们心灵的窜视的一念 荡气回肠刻骨铭心 非常的美妙 一天乾隆皇帝处理完手边的奏章 喝到了刚刚进宫的武夷盐茶 这种味道让他一见倾心 于是提笔写下 酒中武夷品醉佳 气味清和兼骨梗 我准备了 酒这々指尸